除了给它施肥以外 为了节省营养 最好要稍微给它修剪一下 因为之前的话 这个猪型它还不够大 所以我为了留更多的叶子 让它进行更好的光色作用 所以就没有修剪 而现在的话 大家看 这个枝条已经掺得很远了 而且长出很多新鸭来了 所以就可以适当地给它做一下修剪 像这个枝条的话 是很难让它牵到这一个 竹子栏栓上面去的 所以这一个枝条 可以眼底下这样把它给剪掉 不要太 剪掉这一个枝 是不是 可以节省不少营养 而且的话 也不会像这样全部挤在一起 不够通风的话 它又容易滋生病虫害 得不偿失 所以这边也要稍微修剪一下 像这一种的 它的这个枝条比较的瘦漏 然后的话 要想从它这上面发出这个状牙来 是有点难的 所以这种枝条也不要 再剪掉 而像这里的话 大家看 这个枝条的话 还有可能把它培养成比较壮的 就是这个新状出来 可以暂时先留着 看一下情况 像这里的话 这也属于 这种也属于这种芒枝 这种枝条的话 它既不会开花 也长不出这种壮的牙来 因为它的这个枝条实在是太瘦漏了 这种的话也不要它 所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 像这一个枝条 可能都不要它 这一边 这一段 就是这一边的 这一个主要的这个枝 因为大家看 它上面长出的这个芽 也是非常非常的嫩 然后这一边底下的话 也感觉不够健壮 而且是靠这一边的 因为我这一盆 主要目的是爬蓝山嘛 所以靠这一边的 都可以不要 不要舍不得 这个月季长起来是贼快的 我从这里给它讲 还有就是这一个枝条 这个枝条虽然是靠这个蓝山这一边 但是我感觉 它的这个枝条都不够粗壮 很弱 那么主要还是培养这个枝条 大家看到没 这个枝条 它顶上已经串得很高了 而且快要开花了 所以着重培养它 把它也给剪了 这样剪完是不是清爽多了 看到没 到时候长起来的话 也是很爆的 这个大游行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前提是要肥水充足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啦 我们明天继续